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秦西汉时期 印染及腊染技术 已经逐渐完善和成熟 我国现存最早的腊染的作品之一 是东汉的棉布腊染 实物于1959年 新疆民风北大沙漠一号幕出土 中国是发现最早出土腊染作品的国家 战国至西汉 是现在建到最早有关腊染的记录 魏晋南北朝时期 新疆于田屋于莱克出土的 两件北朝时期的蓝色的腊染的毛之物 上面有由花朵排列整齐 而形成的格子纹 新疆阿斯塔纳墓中 发现的西凉初建时期的 白点蓝色菱形纹蜡染卷 也是早期的腊染之物 十六国时期 我国西北地区出现了 以点染法点上蜡之后 进行防染而成的织物 从传世和出土的腊染食物来看 腊染在唐代是盛行的 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三色腊染 日本正仓院所藏的杨树腊鞋 屏风都是唐代的遗物 著名的汉丝蛋黄地腊染 以鸳鸯花卉文纱为代表作 其工艺精湛染色均匀 文样精炼 极富装饰性 唐代中等以上人家的妇女的衣裙 和家庭的日用屏风 账漫多应用于染鞋 现存的材料 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的 英属甘肃敦煌和新疆发现品 以及日本正仓院的部分的藏品 从这些材料分析 得知唐代至少已有三种染鞋技术 普遍流行 即蜡鞋、夹鞋和脚鞋 染鞋由于技术条件限制 图案文样和锦段多不相同 即同一种图案 褐色的效果也不一样 唐代蜡染的图案式样 除了食物外 在绘图中还有些线索可循 例如宋徽宗 摩张轩的捣链图中 有两三位妇女的一群 就属于染鞋中的蜡鞋 或者是夹鞋 国国夫人尤春图中 也有几个骑马人 依附是蜡鞋 而不是锦绣 宋明时期 周去飞在领外戴达中 描述摇斑布 摇人以染蓝布为斑 其纹极细 其法以木板两片 露成细花 又与夹布 而容蜡灌于漏中 而后饰板取布 头柱 头柱 蓝中 布 即便蓝 则主布 去其蜡 故能呈极细的斑纹 灿烂可观 放尸染斑之法 算摇人若也 安顺拥有悠久的蜡染历史 被誉为蜡染之乡 安顺蜡染被誉为东方第一染 贵州通志曾记载 用蜡 绘花与布而染之 既去蜡 则花文如晦 以安顺蜡染传于世 1987年 平坝 棺材洞 发现15件蜡染一群 其图案 线条优美 形态逼真 是蜡染艺术的佳作 不仅让人们看到了描足鲜明的 惊世之作 更加印证了 安顺蜡染工艺传承的久远 下面的这张图片 是1987年 平坝 棺材洞出土的 宋代的鹿鸟纹 彩色蜡染者群 明代以后的蜡染制作工艺 是先把准备好的白布 平铺在木板上 而后将蜂蜡置于小铜锅 或者是铁勺中加热融化 绘画者手持蜡刀 占取蜡叶 在白布上描绘各种花纹的图案 然后浸染 下面的几张图片是清代蜡染宋子图 清代的粗布蜡染 中国人对蜡染的传承和喜爱 不限于某一个地区和民族 蜡染流行于苗族 不一族 瑶族等少数民族 主要分布于云贵 川乡等少数民族的聚聚地区 贵州分布最为密切 又称为蜡染之乡 贵州的苗族蜡染有多种类型 因地理位置和知系的信仰差异而形成各自的风格 其图文多取材于自然界的动植物 民间故事 龙文等等 蜡染的图案丰富 色调素雅 风格独特 显得朴实大方 清新悦目 应用于服装和各种生活的实用品中 文样是苗族人乐观的生活态度 还有千百年积累下的智慧 在贵州的苗族妇女 服饰使用蜡染是十分普遍的 衣、裙、围腰以及其他棉织生活用品 这种现象与苗族崇尚蜡染有关 他们以拥有多而精美的蜡染品为富 为德、为美 许多知系不仅在祭祖、婚丧、节日等重大场合 都以蜡染为室 而且生活中也离不开小巧精致的蜡染品 2006年5月20日 苗族、蜡染、记忆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苗族人没有文字 蜡染布上的花、鸟、虫、鱼 就是他们眼中的世界 怀着对万物的敬畏之心 以及对大自然的原始崇拜 将心中所想、所感倾注于纸蓝布之上 在苗江腹地贵州省丹寨县 苗族妇女们用手中的蜡刀绘出了龙纹、铜骨纹、蝴蝶纹等等 表达着他们对世界的美好的想象 也记录着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与传统记忆 下面我们播放一段视频 介绍的就是我们丹寨的蜡染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一幅呢 是一个长6米、宽1米6的一个大幅的蜡染 这个地方呢它是寓意着太阳 是一只太阳鸟 然后呢就是太阳能给我们带来光明、带来幸福 相传在苗族这个迁徙过程当中 有一次呢就是苗家人就是遇到了洪水泛滥 然后就是苗家人就淡尽粮绝了 然后这个时候就突然从天上飞来了一只水鸟 它就勇敢地从洪水中抢来了粮食的种子 岁末年冠将至 连日的民俗娱乐让辛苦一年的染香人 从蓝与白的世界中得到暂时的解脱 两座山外 另一位苗家人的工作却刚刚开始 十五岁开始练舞 八年来 熊海力的命运始终和蓝染交织在一起 觉得苗族的蓝染就跟舞蹈一样 里面的图案那些都表现有 苗族的热情和善良都是最古老的一些东西 像我们这一带的都很少有人会做 就是去看的时候也知道 他们是怎么做那个滥染的 还有把一些图案画上去的时候 是都是代表着有他们的很多的想法 去看的时候 水果了 真的没想到 你不是这么多人的 你不是 etwa 我是啊 我都好然后 这一周年 每个都闭上 我只是一个图案 我根据你 那一周年 我没想到 我只是想想到 这ール难道 我可以10分 我 我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它是独树一职的 因为它里面的很多的图腾文化 人文的东西是特别的丰富的 它表达了一种情感 一种对祖先的一种缅怀 把它一路上的艰辛事物记录在身上 比如说在苗族的腊染里面 服饰里面 它就高频率地出现 黄河长江中的这些漩涡的 这个窝图纹的纹样 都是跟它5000年的大迁徙 都是有关系的 云雾中 深鹤里 战神部落最后的角落 弱弱的火焰 朴素的祭礼 同样映射着苗民们的前程 家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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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菜来 从黄国过来的一团发现 你得想幸福 来 住了别不是 着别不是 后来来这边来住 当时来说往的地方 就没有人家 没有人住 后来来这边住 在此后 就酷子了我们 很白的 一百一百一字 游往已去 黎明幽在 艰辛的历程 留在了世世代代的灵魂里 十二被传颂 十二被绕在心间 传在身上 就像今日昔去 明日却再次升起的太阳 成为不灭的存在 苗栗新年如期而至 顶天立地苗乡的人们 用自己的方式 开启新的征程 穿上染织好的新衣 赶赴一年一度的盛会 悠扬的远征号角 将穿破时空与天对话 艰难潜行的步伐 唤醒着大地深处 先祖们的魂魄 而陪伴苗家人 数千年的蜡人 又会增加一道年轮的沉淀 或许有一日 他将会慢慢淡去 但远古中的那场伟大 而悲壮的迁徙 会成为苗家人 内心抹之不去的永恒印记 好 视频结束后 我们再看一下文样 余文是代表着 对生殖与繁衍的崇拜 对多子多孙的祈福 龙文分为男人龙和女人龙 贵州苗族腊染中的龙 显得智拙 却与自然和人更为亲切 同样呢 也有着驱祸迎福 龙腾声达之意 蝴蝶纹在苗族腊染文样中 比较常见 其中蕴含着 美丽而神圣的传说 以此表达对自然和祖先的热爱 与崇拜 鸟纹 苗族腊染中的鸟纹 多为欢快生动的形象 苗族姑娘 借此文样 寄托着对生活的美好憧憬与西意 铜骨纹 为贵州民间的腊染最为古老的文样 苗族人通过铜骨纹 表达对先祖的殿怀 也表现了对太阳的崇拜 罗玄纹 各少数民族中都对此文录 有不同的解义 而在苗族文化里 罗玄纹同样载负着对祖先的殿怀 还有花草植物文 有说苗族人民在历史的大迁徙中 为了记录迁徙途中的艰辛跋涉 便将路途中的花草印于衣物上 以表达对故乡的怀念 还有星辰山川文 有时一根弯曲的线条 即代表着山川河流 也可化作房屋星辰 而这种抽象化的表达方式 可能表达出对故乡和山的怀念和尊敬 以融入到每时每刻的生活中去 同学们 我们探寻蜡染这一部分就讲解到这里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